Radio Host Simoni asked a straightforward question What's wrong with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saying sorry? 你覺得為什麼他們死口都不說政府不說道歉? 因為說了道歉的話,有什麼後果呢? 破了議會的tradition 他是用廣東話說了五個字 加拿大道歉 我們這些人頭水,這是民間給他的稱號 在這個加拿大太平洋鐵路 建築後,那裡有很多工人 其實他們不想他們留下 No, No, No 他們很多都還保留著那個Hectect Certificate $500 給了一棟樓換個小孩回來團聚 他經常相信有信念的The Power of One 我要在全加拿大大 青州過省的車輛去換起平反難頭稅的關注 諷刺的是這個CPR員工的儀式當中 華人是禁止入來的 Last Spike 水虎主親手交給總理 當我們每一次見到加拿大國旗的時候 我反而想起有這個印象 正是Writing historical wrongs 就是他對於他的錯誤的政治 歷史的錯誤 他是很坦然去面對